长期关怀弱势足迹遍及全胎的财团法人达成慈善基金会 7号中午远到中立专程到寿风乡公所捐赠30万元的丧葬补助金 希望帮助寿风乡内弱势家庭 乡长刘耀宗亲自接待并接受善款 感谢基金会的善心意举 乡公所后续将以专款专用的方式协助减轻个案的经济负担 为了协助寿风乡贫困社福边缘户家庭处理应故死亡的亲人身后事 财团法人达成慈善基金会7号中午 由副董事长钟和贵以及两位董事捐赠寿风乡30万元丧葬补助金 希望帮助寿风乡内社福弱势家庭 乡长刘耀宗亲自接待并接受善款 我们这个基金来的是非常不易 不是像一般的大财团这些 我们都是积少而成多 100元 10元 1000元都有 我们每一项它只要有捐献的话 我们都有登记下来 以后的话我们每年的周刊里面 都会有它的名字在那边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话 大家一直想说我们达成基金会 是一个小小的基金会 为什么可以发扬到这个前省这样子 因为我们就是做到面面俱到 完完整整的就是把所有大德的钱 钱数捐出来 乡长刘耀宗表示 乡内有许多涉服弱势的家庭 家中一旦遭逢变故 公布门按照法规也相当难以照顾完全 也特别感谢财团法人达成慈善基金会的善举及诗语 帮助弱势家庭的需要 我们收恩乡很多弱势家庭 还有社会的边缘户 他们有时候当遭遇到救助的事故的时候 像是说发现有多弱势家族 他互内遭遇到不测的往事 因为我们公布门志愿有限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达成慈善基金会 对于我们收恩乡弱势家族的一些关怀 提供光幕的代金 解决他们的伤障补助会的一个困境 展现我们社会救助服务的大爱的精神 刘耀宗也致政感谢壮 感谢基金会的善心意举 相公所表示后续将会以专款专用的方式 来协助减轻个案家庭经济负担 让基金会的爱能够及时关怀 需要帮助的人 记者刘明胜授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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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